总是要发光的 爱情都是天下无双的 衷心祝愿各位 婚姻幸福 下一节 可愁死我了 可愁死我了 从小老师就教过一句话 知错就改 还是好孩子 粘头的孩子 没少被这鼓励 海南的李女士犯过错 也改好了 可是警察 却还抓着小尾巴不放 想要忘记过去 都不行 李女士15岁的时候 由于娇有不慎染上了毒瘾 曾两次被送到戒毒所 抢制戒毒 2000年 李女士刚满20岁 年事已高的爷爷 被他气得病倒 撒手而去 看着患有心脏病的父亲 和痛哭流涕的母亲 李女士终于是痛下决心 我非戒了不可 在家人的鼓励下 凭着坚强的毅力 终于是战胜了毒魔 重新他又站起来了 戒毒成功后的李女士 结了婚 2003年 他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家人生活的是平静而幸福 可就在李女士以为 旧日的噩梦 已远去的时候 派出所的民警 找到了李女士 如果你戒毒成功的话 可以撤销你的吸毒档案 李女士一想 自己终于可以摘些吸毒人员的帽子了 就去了 可是在所里边 李女士却被告知 要填一张吸毒人员情况名单表 而且还要照相 他后来才得知 这些都是要上传到公安系统网上的 此后不久 派出所民警多次找到李女士 不是说你这个照片照得不可格 就是你那个表田的有问题 为此 李女士的丈夫也误会 说你是不是又再次你碰粉了 要和他离婚 眼看着幸福的家庭 面临一场风暴 李女士对此是欲哭无泪 李女士说 我当年无知 我小 我犯下大错 我现在已经戒毒了 已经过上平静的生活 警察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 派出所所长的解释 说他们这是完全按照公安厅的要求去做 只是给吸毒人员备案 至于扰乱了他的生活 那也完全没办法 什么叫完全没办法 改变点工作方式 人性一点就不行吗 你的工作为了我的更好生活 可这样感觉就是在完成公安厅下派的活 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 一切属于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归功于人民 温家宝派出所那位害怕不 就算当妈的再咋地 女儿也不能大打出手吧 前天下午济南70路公交车 开到银座商城站的时候 上来了一对母女 看样子刚购物回来 一上车 这对母女就开始争吵 可能是因为妈妈没给女儿买衣服 女儿一个劲的就是嚷嚷 你为啥不给俺买 随后竟揪住他妈的衣领子动上手了 车上的乘客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位老大娘的劝了两只 没曾想这丫头连老人家 也给了一电炮 还叫笑 说谁劝就揍谁 当妈的也觉得孩子行为 太低估人了 就死命的把女儿拽下了车 没想到女孩下车后 跑到公交车前面 靠在车头上 一动不动来 扎小辫挺绝 很多乘客都有急事 但是大家伙 这么一闹子没法走 都自愿留下来 等着110来处理 谁也没注意到 女孩的妈妈 不知道什么时候 悄悄离开了 20分钟后 民警赶到现场 将女孩劝离马路 都说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就这小棉袄 看来是被爹妈关坏了 里边全是破棉袄 前几天 重庆的王先生受了一场惊吓 因为一辆大货车 突然闯进自己家里了 惊吓过后 留给王先生是无尽的烦恼了 因为这肇事货车 一直没有被移走 看看 这辆货车的车头部分 还插着王先生家里 房屋的墙砖倒了一地 当时 他们家里边还有两位老人 幸运的是 他们都没有受伤 只是受了点惊吓 哎呀 这个惊得不轻啊 没有人受伤当然好了 但是肇事货车不移走 他们家生活是很不方便 防疫公司和交管部门 给的答复是 如果简单移走货车 他们家房屋可能就当场的垮塌 他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人房主也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的效率 能够更高一些 因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边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管怎么着 就先别住这了 别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是吧 下一环节 夫妻搭档作案三年 所获赃物装满一个仓库 夫妻半夜吵架之气 16楼扔出一个自行车 夫妻到底能有多像 去广西看看就知道了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辉工广场男50米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慧工广场男50米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喉科专专业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鼻烟喉科专专业 资讯电话024-6250-1656 6250-1656 地址 沈阳站及时 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刚长科专业 地址 沈阳站及时 刚长科电话 024-6250-1635 024-6250-1635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牵挂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呵护女人花 健康你我她 沈阳市爱心女子医院 妇科 24小时妇科热线 024-2283-7999 2283-1888 地址 辽宁日报社 斜队过 我也不是 唐柳市 沈阳仁德医院 刚长科专业 医院电话 024-2482-6868 024-2482-6868 地址 沈阳市审核区 万柳唐路 27号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们来看一对 行踪诡秘的夫妻 在山东滋博 这对夫妻 经常是行影不离的 出没在夜里 当地警方跟踪了 他们好几天 想知道这对夫妻 到底做了什么工作 看看就知道了 前天晚上 民警发现 一男一女拿着七哥枪 各一家手机店的卷帘门 随后民警 把俩人带回派出所了 原来这是一对夫妻贼大 经过进一步审查 俩人还供述了三年来 夫妻俩深夜 骑着三轮车 到处入室盗窃 暗指三万 根据夫妻俩的交代 警方赶到他们家里 搜出了好多 没来得及出手的赃物 大到冰柜 摩托车 电机 电泵 小到马杂 交代 圆珠笔 可言堂 应有 尽有 搜出的赃物 竟然装了整整一仓库 当地的民警 是禁不住感叹的 这个头东西 简直就像搬架一样 我想起来一歌 就说夫妻俩好的 说 你咋锁头 我瞧门 夫妻双双 进半分 你俩好比 你俩好比啥呢 什么东西 能愿意网上凑这热闹呢 来 夫妻吵架 摔东西 不稀奇 可是你要摔 就自己家里摔吧 干嘛要往外扔呢 砸了 哗哗草草还行 砸了人就吃不了 逗着走了 够 周一那天 晚上快十点了 上海一个小区里 惊悄悄 可就在这时候 咣当一声巨响吧 不少居民都惊醒了 出啥事了 不少居民都伸出头 往外看 先看上面 再看下面 只见一辆折叠式的自行车 落在小区中央 旁边还站着一个惊魂未定的邻居 自行车呢叫啊 由于没人看见车是从哪飞出来的 于是这保安把自行车暂时保管起来 第二天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 保安通过查找监控录像锁定了扔车的就是16楼一户居民 随后这家男主人也找到物业 说当天晚上啊 就因为这台自行车和妻子吵架了 一气之下就把自行车从窗户扔出去 并表示跟那个邻居们啊 要道歉 但是众邻居依然坚持报警 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110到场之后 也把他们教育了一顿 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鲁莽形势 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两口子还跟一楼子上来上来换换房子吧 真的 如果有人夸你和自己的爱人有夫妻相 你会是怎么样的心情